男人正在享受着自己的午餐 突然间地面开始剧烈晃动 一只巨大的甲虫破土而出 他朝着男人静止走去 男人吓得不敢动态 把手中的热狗伸了过去 甲虫的确是饿了 但他想要的可不只是热狗 就在刚刚 不远处的公路上也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施工员正在马路上钻动 突然一阵山摇地动 好在他并没大碍 眼前诡异的黑洞让他十分好奇 里面传来一阵阵咯吱吱的怪声 男人不断朝着深处探索 突然 奇点小组接到报警立即赶往现场 只有康纳怎么也联系不上 康纳其实被菲利普带往了他的秘密基地 这个项目被称为新黎明计划 其目的就是要探索奇点的本质 开发无穷无尽的新能源 换一句话说就是造福人类 与此同时 马特几人在他县的区域 发现一条不是人工开凿的地道 里面不断传来诡异的声响 他们想要沿着地道继续调查 忽然一只巨型甲虫窜出 三人连续扣动扳机 脉冲枪对他却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几人只好迅速逃往地面 马特和麦克达成共识 面对全身覆盖着装甲的怪物 只能选择常规武器击杀 麦克立即向里斯特申请了武器 此时康纳却突然出现 马特质问他去了哪里 定位装置和通讯器也没有待 康纳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只是随口一说 这属于高度机灵 尽管马特对这样的答复并不买账 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处理怪物 康纳的数据库中并没这种生物的记载 这也就意味着他可能来自未来 马特推测甲虫已经建立起了窝点 显然他们并不是只有一只 地下悠长的隧道也表明 他们来这个时代的时间并不短 马特的推测让艾比起了疑心 就连康纳都一无所知 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此时又接到另一起案件 也就是男人拿火腿喂甲虫的地方 几人来到现场对案件进行了分析 马特认为刚刚捕完时的甲虫应该没有走远 他想用震动将巨虫引出来 于是马特开了一台手幅拖拉机过来 果不其然 随着拖拉机的巨响 他们身旁的物体也开始剧烈晃悶 三人守在洞口严阵一拜 就在这时 康纳也找到了甲虫的窝点 他兴奋地大喊大叫朝着几人跑去报信 众人想要阻止却为时已晚 满身泥垢的巨型甲虫从洞口涌出 并将康纳死死按在地上 众人连忙朝甲虫开枪射击 子弹穿过他厚厚的台甲 依然对他造成不了致命的伤害 最终康纳还是被他拖了进去 艾比见状不顾一切朝洞口冲去 还好马特及时制止 他知道贸然行动无异于自取灭亡 要想除掉甲虫 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杰斯将康纳遇难的消息告诉了李斯特 李斯特决定亲自坐镇指挥 根据康纳传回的信息 杰斯将甲虫的窝点锁定在一所购物中心 在此时 艾比的通讯器里传来康纳的声音 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难道他臭得连虫子都不敢吃吗 原来只是那只甲虫被几人击中要害 他能一直活到第五季 显然一直都是靠的运气 好在康纳问题不大 只是腿部瘦了点伤 马特问他有没有其他甲虫 康纳看了看周围 非常肯定地说 没有 他在马特的指引下 康纳一步步朝购物中心外面移动 而就在他即将到门口的时候 却看到了最不愿看到的一幕 没想到被打脸的永远都是他 康纳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眼前的甲虫数量足足有五百多只 万幸的是他们现在处于睡眠状态 如果一旦苏醒 后果不堪设想 别说一个康纳 就算出动整座城市的兵力 恐怕也难以应对 之前的计划被全部推翻 他们必须制定新的计划 而且要快 他们需要把甲虫一窝端 留下任何一只都会后患无穷 埋设炸药肯定是来不及了 于是康纳想到了燃气管道 他需要在内部打开阀门 等到燃气充满室内的时候 再从外部引爆 艾比认为这个计划太过于冒险 搞不好就会事故无存 并劝康纳赶紧撤离 但他依然想做艾比心中的大英雄 说完便一瘸一拐朝着阀门走去 前行的过程中 却不小心撞到一旁的铁栏 幸运的是那些甲虫睡得太死 历经千辛万苦 他终于走到了阀门前 打开阀门后终于完成了第一步 可没想到 嗅到燃气味道的甲虫渐渐苏醒过来 并且开始慢慢朝地到彻底 康纳无法前进被困在原地 燃气越来越浓 康纳也渐渐失去了意识 不想守寡的艾比再次朝购物中心冲去 却再一次被马特拦下 马特决定亲身前去营救 他带着一个氧气瓶冲进购物广场 他在大厅里看到了康纳 还有挡在他面前的几百只甲虫 马特深吸一口氧气后 开始朝康纳方向突进 就在他来到康纳身边时 突然一只甲虫朝他发起攻击 马特举起导演早已安排好的射钉枪 朝着巨虫脑袋连开八枪 随着一声惨叫 甲虫怦然倒地 马特赶紧对康纳进行了输养 好在一切还维持不稳 康纳再一次捡回了一命 马特搀扶着康纳朝地下通道走去 身后的甲虫对两人紧追不舍 马特命艾比按下引爆炸弹 畏手畏畏地他为了康纳的安危 迟迟不敢下手 迈克只好夺过艾比的控制器 并及时按下了引爆按钮 随着一声巨响 整个购物广场毁于一旦 巨型甲虫也被一网打尽 幸好两人及时躲进了垃圾桶 才得以逃出生天 康纳或就让艾比对马特感激不尽 同时他也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马特必定是来自未来 不然不会对甲虫如此了解 面对艾比的质疑马特不再隐瞒 他拿出一个全息装置 里面记录的都是末日印象 这就是他所处的未来时代 要阻止这一切 就必须找到两个关键人物 这两个人正是康纳和菲利普 面对如此庞大的信息量 艾比一时间不知所措 另一边 菲利普也察觉到了马特的异常 他在康纳身边安排了一名亲信 目的就是要获取康纳身上最重要的信息 为了计划能顺利进行 并邀请他一同加入新黎明计划 康纳会不会加入这个计划呢 这个计划是否就是末日的导火索 而康纳会不会成为引爆他的人呢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下集